日本航空发动机为何有不错的底子? 日本最新研制的XF-91发动机 真的比中国的涡扇15要强吗? 日本航空制造业如今又面临着哪些困境? 如果说哪些机械可以代替人类科技水平的巅峰, 航空发动机一定是榜上有名。 一台性能优秀的航空发动机 往往要耗费一个国家数十年的心血, 有时还不一定能成功。 比如印度为了研制卡弗里发动机耗费了30年的心血, 最终还是落得个有始无终。 目前来说, 欧美国家的航空发动机实力无疑是最强的, 毕竟欧美在航空发动机产业上有着深厚的底蕴, 但是航空发动机也不能说被欧美完全垄断, 如今日本与中国的航空发动机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两国航发产业也经常被拿来比较, 而究竟谁能对欧美航发霸主地位形成有利的冲击呢? 先说日本这边, 二战时间日本就建立了不错的航空产业, 二战后日本的军工业虽然受到美国的打击, 但是为了应对苏联势力在东亚扩张, 美国于1952年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合约, 解除了对日本部分军工业的制裁, 而七年的时间也不足以让日本航空人才断层, 同时通过整合, 日本三菱、川崎、IHI等军工企业迅速恢复, 到了上世纪60年代, 日本航发企业甚至开始为欧美说出产品, 包括通用、螺螺、普惠这三大航发巨头都需要从日本进口相关材料, 可以说, 日本航空发动机技术要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先进得多, 如今,日本航发最受瞩目的无疑便是前两年完成测试的XF-91航空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由IHI制造, 据获悉XF-91发动机加力推力为17吨, 不加力推力为15吨, 并且将成为日本未来第五代战斗机的标配, 在此前的测试中, XF-91发动机经过了1800摄氏度的考验, 这也得益于一种新型材料的应用, 而这种材料已经被美国六代机计划所采用, 美国技艺通用电器公司为美国第六代战机正在研发一款名为XA-100的新型发动机, 其推力超越F-135发动机, 而这款发动机为了耐高温采用一种新型陶瓷复合机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新型陶瓷复合机材料却由日本所垄断, 并且日本已经在XF-91发动机上使用了这种美国为六代战机发动机所准备的新材料, 保重意义上说, XF-91发动机也是使用了一些六代机技术, 再看看中国这边, 长期以来, 航空发动机都是中国的一大短板, 这一点难以否认, 在上世纪90年代, 中国从俄罗斯购买苏-27, 同时开始向俄罗斯与乌克兰购买航空发动机, 甚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航发是高度依赖俄乌的, 中国的五代机歼20, 最初用的便是俄罗斯AL-31发动机, 但这种发动机也只能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其推力难以发挥歼20真正的实力, 而这种情况直到去年国产涡扇10列装歼20才得到改善, 但国产10也只是在AL-31发动机基础上的仿制, 真正要发挥歼20实力的, 还得看将来的涡扇15发动机。 根据资料, 涡扇15发动机加力推力高达18吨, 护加力推力为14.9吨, 与日本的XF91相当, 但XF91已经经过初步测试, 未来还可能加强, 而涡扇15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这是否说明XF91要比涡扇15强呢? 目前, 这两种发动机都没有官方给出具体数据, 单纯比较优劣还很难说, 但别忘了, 两种发动机都是为两国第五代战机所适配的, 也就是说, 只有真正走向列庄才能比较, 而未来日本的五代机会比已经成型的歼20要强吗? 这又涉及到中日两国航空制造能力的对比, 中日两国战斗机制造与航空发动机发展正好处在相反位置, 日本航空发动机底子不错, 但战斗机制造却一直拿不上台面, 而中国很早便研制出多款战斗机, 但航空发动机却一直是短板, 在冷战时期, 日本空自战斗机的装备始终遵循着能在东南亚对抗苏联的宗旨, 不仅日本人这么想, 美国人同样也是这么想, 不过美国人的想法更简单, 只要日本有需求, 在我们这里买就行了。 上世纪50年代, 苏联研制出米格21战机, 主打高空高速, 美国转头就向日本出口用于高空拦截的F103战机, 上世纪60年代, 苏联空军又装备了米格23, 于是美国又给日本出口F41战机, 等到80年代, 苏联装备米格29, 美国便把自己最先进的F15出口给日本, 还帮日本进行改进成为F15J战机。 此外, 美国将F16技术授权给日本, 让日本自行研制F2战机作为F15J的辅助, 可以说那段时期, 美国对日本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 而日本本土的战机制造自然也没啥发展的动力,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 虽然当时已经有能与F15J对抗的苏27, 但日本方面判断, 继任的俄罗斯已无暇去侵扰日本, 于是停下来战斗机发展的脚步,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却很快便消失了, 进入21世纪, 一方面中国开始大量装备自行研制的歼10战斗机, 给了日本方面很大的刺激, 而且中国还在苏27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歼11、歼16等型号的战机, 另一方面,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了战机巡视国际水域, 重新给日本空域施加压力, 同时日本自己的F15J与F2战机趋于老化, 越来越难以与中俄对抗, 当时的日本有点异想天开, 认为美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会把最先进的F22战机卖给自己, 但没想到美国在冷战后过了十多年的安逸日子, 对于军事力量发展的热情也消退不少, 2010年美国宣布关闭F22生产线, 本来是F22生产线关闭, 日本还寄希望于美国可以计数出口, 却不曾想被美国一口拒绝, 因为当时美国正在进行F35战机的开发项目, 为了未来能卖出更多的F35战机给盟友, 美国当然不会泄露自己隐身战机的秘密, 其实日本对于F35战机一开始也是信心不足的, 一方面美国在漫天要价, 另一方面, 当时中国与俄罗斯纷纷投入第五代战斗机的研究, 即使日本F35到货, 也不能像当年F15J一样对中俄形成优势, 而且美国人的态度也告诉日本, 买美国的战机始终需要看美国的脸色, 于是乎日本也开始自研隐身战机计划, 也就是新神战机, 后面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日本方面投资巨大, 但新神战机始终难堪大用, 最终项目也只能下马, 日本最后只能乖乖掏钱买F35了, 2019年3月, 日本第一架本土组装的F35战斗机, 在出海巡视时发生意外坠住海中, 飞行员惨死, 而当黑匣子被打捞上来后, 却被美国人收走, 最终美国公布的事故原因也是飞行员的失误, 反正不是F35的问题, 同一年, 日本宣布增购100多架F35战机, 同时宣布新型隐身战机FX的研制工作, 这样的矛盾行为无疑不是在显露日本对于战斗机缺乏的焦虑, XF91发动机就是为FX战机准备的, 但问题就是, 日本真的能搞定FX战机的研制吗? 一方面, 新神战机失败的例子就在眼前, 日本的优势在于一些单个的项目能做到极致, 像航空发动机可以搞出来, 但日本的劣势在于其工业整合能力太差, 研制战斗机需要考验日本整体航空制造能力, 这方面日本便相形见处, 只能依赖国外。 但如今的美国已经是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 为了卖更多的飞机, 美国并不愿意协助日本搞FX项目, 甚至日本想和英国人合作, 美国还要站出来反对, 可以预见FX战机会成为日本的一个大坎, 而就算XF19发动机再厉害, 没有飞机能飞那也是没用的。